今天想介紹我的招牌肉醬 和大家樂大快活的肉醬味道很相近 材料都很簡單 牛肉碎 紅蘿蔔 番茄和洋蔥 每次做肉醬 我會出動這隻輕活的食物機 除了做肉醬 我會用它 做生竹牛肉、打肉丸 會用這部機器 不算很常用 做肉醬 我會用這個刨刨刨碎紅蘿蔔 先換刨刨 這就是做紅蘿蔔、白蘿蔔 要刨絲就用這個 通常我都是用這兩個刨刨 還有兩個就收起來了 聽聽聽聲音 每次使用 阿仔都說很吵很吵 這部機器其實我又不算很推介 它是快手的 是方便的 可以做大量的肉醬 可以刨到這些 這麼硬的蘿蔔絲 如果用刀切 就切不到這麼幼 用手刨也行 應該效果一樣 用機器就快很多 還有乾手正腳 不過它清潔也是很麻煩 中間你看到有個洞 如果你份量一多 就會把東西放在裡面 尤其是攪肉的時候 你看到有多快手 就可以刨到這些屁股了 通常我懶得刨完這個紅蘿蔔 直接刨完這個洋蔥 我也是用刀切了 然後用這個 就可以變成一粒粒的洋蔥粒 其實用刀也可以切到洋蔥水 不過眼睛就真的頂不住了 不斷的飄眼水 這部機器就會方便很多 也放了洋蔥 小洋蔥一隻半 這次用紅蘿蔔的份量多一點 用這個刀的刀片 就不會太碎 我有試過用剛才第一款 標準的刀片 就太碎了 這個就剛剛好 有點口感 你看看份量一多 中間就很容易放了食物 如果真的要弄肉丸的那些 份量要控制得好一點 不然這裡放了肉 好了 切完番茄 就用這隻醬 這個我在這裡買的 看到很多超市都有的 下油 就爆香洋蔥和紅蘿蔔的絲 一次過就爆香兩種 慢慢會有一點點出水 就會變軟 這個時候又會聞到 洋蔥和紅蘿蔔 混合 這個化學作用 那種味道 那種香味 炒多幾炒 多幾炒 多幾炒 就可以開始 下牛肉了 中間的位置 下多一點油 然後就下牛肉 再炒一碟 那為什麼我用這個鍋呢 因為這個鍋就是 Fermes的燜燒鍋 那我炒完這碟 加上醬和調味 那我就等它大滾 放進燜燒鍋裡 然後硬一點 就有很美味的肉醬 那這樣就省一點油 炒完牛肉 就下這個蕃茄 又拌勻 那可以預備下醬汁了 那我通常選千層麵這個醬 倒進去 再加半瓶的水 然後又拌勻 然後又拌勻 那看到呢 這個肉醬呢 都已經初步慢慢成形了 那把這些材料 就好好地拌勻 之後呢 就可以下我們的調味料了 那調味方面呢 分了兩個層次去下 首先呢 就加了一些鹹味 和香草 一湯匙匙 一湯匙匙 然後一湯匙匙 然後一湯匙匙 之後呢 很隨心的香草 Italian Herb 你可以因應自己的喜好 落多落少的 這個呢 就為肉醬帶來 這個意大利的風味 之後我會加一點點的芝士粉 那之後呢 加上黑椒 一點點糖 一點點鹽 這樣就第一層次的調味呢 就完成了 拌勻了之後呢 就到第二個層次的味道了 那就是八角 香葉 和米酒 那輕輕清乾淨 洗乾淨呢 就放在這個 香葉 八角 和少少的白酒 就可以大滾把 放在炆燒糊裡 那如果沒有炆燒糊 就用小火 炆回過半小時 就會再入味一點的了 那可以做肉醬意粉 鍋鍋鍋牛肉飯 配焗薯 還有做這個千層麵 一樣都是這麼好吃的 如果喜歡我們的分享 請Share 訂閱 給個Like我們 多謝支持 Bye Bye